气购7.56亿 中国移动创记录近十年来最大IPO要破发 原标题 气购7.56亿 创记录近十年来最大IPO要破发 12月27日晚间 中国移动披露了发行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移动网上投资者 气购金额为7.43亿元 网下投资者气购金额为1270.49万元 总气购金额达到近7.56亿元 就在12月23日晚间 中国移动披露了A股IPO战略配售结果 有市保基金 国家大基金等价值 阵容可谓豪华 目前 中国移动雷股确定发行价为57.58元每股 润率协全额行使 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9.73亿股 募集资金总额达560亿元 中国移动预计 2021年营业收入约为8448.77亿元 至8525.58亿元 同比增幅约为10%至11% 归属于股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为1143.07亿元 至1164.64亿元 同比增幅约为6%至8% 高价 气购与破发 是否存在币源联系 数据显示 网上气购金额居于前十的个股中 等均为近期上市的新股 其中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最多的前100大股票 首发日平均涨幅45.68% 破发的只有两只 分别为 而此前破发的百计神州 气购金额位列所有股票的前四 排在其前的分别为有储银行 和卖股份 以及最新的中国移动气购7.56亿元 据记者统计 在上述期间 出百计神州的40只首日破发股中 共有13只购股出现气购情况 这13只新股都存在发行价较高的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